当最美的女人生了三个娃 不仅身材走样 还要没日没夜 喂奶 洗澡 哄睡 下场就是患上精神分裂 必须马上尿尿 不然就要插倒尿管 胡志提醒的这个女人 她叫马洛 刚生完一个baby 这是她的第三胎 在此之前 她的生活就已经不堪重负 女儿有点叛逆 儿子有强迫症 马洛停个车 不是原来的位置 都能让儿子抓狂 还三分五次被学校请家长 所以她的心情不太美丽 便来到咖啡店想冷静一下 又因怀了宝宝被人提醒孕妇不要喝咖啡 可真会给人添毒的 当她遇见以前的闺蜜 身材苗条 没有婚姻的琐碎 内心又感到一丝丝羡慕 晚上她来到哥哥家吃饭 哥哥告诉马洛 她准备好了新生儿礼物 给马洛请一个夜班保姆 她更希望给钱实际点 毕竟丈夫收入不高 一家人生活开支又大 所以对于请保姆 她内心是拒绝的 当她和丈夫商量这个事时 丈夫倒觉得挺好 这样马洛就不用夜里起来四五趟 马洛说反正你又不用起夜 丈夫说那是因为我没boops啊 反正我又帮不上忙 马洛听到这些 一下子就出了神 因为在这个家 自从有了孩子 丈夫该吃吃该睡睡 回来就打游戏 上班给个吻 好像就已经为这个家做了很多 生活并没有因为孩子受到影响 而马洛呢 需要没日没夜起来 喂奶换尿布 墙上地垫上 衣服上都是宝宝的便便 还需要极大的耐心 和孩子们交流 一个学期已经结束 校长再次把马洛叫去学校 因为儿子的古怪行为 会影响到其他孩子 建议他给儿子换所学校 这次谈话 彻底把马洛击款了 情绪一下爆发 和校长大吵一架 他不允许别人说 自己孩子古怪 所以愤然离开了办公室 如此疲倦的生活 让马洛堕落起来 一个人的时候 他开始抱饮抱食 身材严重走样 长期没有夫妻生活 他也只能自我满足 突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响起 他打开门一看 一个二十出头的姑娘 他叫塔利 原来他就是哥哥说的夜间保姆 显然身材娇好的塔利 没有生过孩子 马洛上下打量了他 但有一丝疑惑 并不相信他能带好孩子 直到看见他哄睡小baby的 娴熟样 这才放心回到房间 到了第二天 家里还被塔利收拾得干干净净 这让马洛渐渐依赖上了塔利 他开始和塔利聊起孩子们的状况 为此付出的努力 塔利说 你看起来是个好妈妈 但马洛觉得 称职的妈妈会组织派对之夜 会烤出小黄人纸杯蛋糕 但是自己已经毫无精力 就连打扮一下都觉得累 听到这些 塔利表示 自己可以帮他 没想到一大早 桌子上摆好了好多纸杯蛋糕 他给儿子带去学校 和小朋友们一起分享 当然这还是没有改变 要给儿子换学校的事实 不过这段时间 有了塔利的帮助 马洛的生活开始有了变化 塔利会带着他一起看电视 一起化妆 他也下定决心减肥 塔利也会对他的夫妻生活 感到好奇 马洛说 自己每天都抱着孩子 生活的一地鸡毛 已经让他没心思做这些了 塔利觉得这样肯定不行 得想个办法 问他丈夫有没有什么癖好 癖好倒知道一个 那也就是制服诱惑 可自从马洛生了孩子 体重暴增 根本穿不上那套衣服 塔利有了主意 他来穿上制服 然后和马洛一起来到房间 这天塔利迟到了 因为他和女友吵架 所以心情不太好 他询问马洛能否一起出去玩 这几天小baby都没有晚上醒来 没人会发现的 这么多年都没有自己的生活 所以马洛被说服了 两人一起来到酒吧 玩得很尽兴 快离开的时候 塔利却说要辞职 马洛非常激动 他不想塔利走 他需要帮助 但是塔利心意已决 他很灰心 冲出来骑上一辆单车 就要去找以前的闺蜜 塔利也追了上来 陪他一起 到了以前的住所 马洛开始回忆起 曾经的单身幸福时光 却不明白这段婚姻 究竟带给自己什么 突然胸部一阵胀痛 塔利赶紧带马洛来到厕所 给他挤奶 他必须得接受 塔利即将离开的事实 于是马洛开车回家 在车上两人都很困 再加上喝了酒 很难保持清醒 开着开着 马洛就闭上了眼 突然一辆及时的汽车迎面而来 虽然马洛躲了过来 却意外掉进水里 在水下 他看见塔利化身美人鱼 把他救了上来 再一醒来 只有他躺在了病床上 医生把丈夫叫了出去 询问他 马洛之前有没有精神疾病 当时的车上 其实只有他自己 同时医生告诉丈夫 马洛孤独劳累 严重睡眠不足 医生的一番话 让丈夫开始反省自己 平时他对马洛的关心太少 对家庭照顾不周 都没有及时发现问题 因为塔利是马洛幻想出来的 影片最后 丈夫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和马洛一起经营这个家 婚姻本来是应该很幸福的 两个人从相知相识到相爱 但如果一方不愿意付出 就会产生不幸福的婚姻 好的婚姻需要两个人的修行 余生很长 请多关照